好 这菜单如果标错价格到底多出来费用算谁的 来看台中这名男子来到了知名茶餐厅点餐 外带花枝丸 那么菜单上明明标价70块 但回家之后他发现被多收了10块钱 质疑店家是低价高卖 店家解释说这菜单印错了 但是桌面上有公告告知消费者 不过消保官警告说 这公告不能取代菜单 标错价格就等同广告不识 因为我们这个餐点上的话 这三项跟点上上面价钱有错误 店员提醒再提醒就怕消费者不知道 奶茶的价格早就改变 我没有发现 对对对 可能要注意一下在这边 你知道多少钱吗 我不知道 没有留意 是是是 摊开菜单来看看知名茶餐厅不只健康奶茶 标价60元却卖65元 还有仙三姑标60元却卖55元 价格标示有出入就是这个东港 执行花枝丸标价70元卖价80元 被多收了10块钱 消费者眼尖自己抓错 花枝丸本来就是卖85块钱 那是80 那编排的时候变成 因为可能上一个 之前的上一个选项是70 那所以他在排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 知名茶餐厅标价错误 消费者发现被多收了费用 业者紧急更正 在柜台桌面上放置告示 提醒消费者 不过小保官说 公告不等于菜单 业者还是得将错误的菜单标价 全面更新 才不会被罚 我们已经在印另外一批新的点单了 那我们预计4月初的时候呢 就把这一批错误的已经先 拆换掉 茶餐厅标价错误被抓包 餐厅菜单有错误的品项价格 全部像这样 以盖章的方式重新标价 民众买东西 赢货两期 但掏钱付费时 还是要看清楚 以免多付钱 吃亏的还是自己 昨天新闻公益的张俊仲台中 采访报道